教宗晋升四位加拿大主教为所属教区的总主教 圣佐教育部公布推动斯多职务圣昭穆林指南 俄罗斯正教会寄望强化在中国的正教会 哈尔滨非法诸圣礼延期 欢迎收看教会透视 我是你的主持郭兆辉 上周五六月二十九日 教宗晋升四位加拿大主教为他们所属教区的总主教 他们是曼尼克的勒胖主教 Gatinu的Durukter主教 Sherbrook的Seer主教 Monkton的Vianu主教 今年晋升礼仪从以前于圣祭礼时举行 改为弥撒前半部 即圣道礼开始时举行 教宗批准这个改变是因为他想避免信友误解 晋升总主教与晋夺礼或其他六件圣事 例如灵洗 婚配 病人富有等圣事相混淆 新的晋升礼仪比旧的短 可以令餐礼的信友们容易跟随礼仪 晋升礼也不会打断圣祭礼的进度 圣座教育部6月25日公布 推动思多职务圣昭木铃指南 目的为回应世俗化的挑战和性侵犯丑闻的影响 文件指出 关心圣昭是教会面对持续性挑战 而且是在既有光明又有黑暗的情况下 为圣昭木铃工作制定的指导路线 在西方国家尽管这项木铃工作结构完整又有创意 思多圣昭仍不尽如人意 而在其他地方尽管在这方面的木铃工作很大 思多圣昭却处在增长之中 在亚洲的增长幅度最大 文件也指出神职人员性侵犯丑闻引起的混乱很严重 因此对这严重的负面效应不能够不闻不问 上座教育部部长格罗科莱夫斯基书记强调斯多圣昭的挑战 他说关心斯多圣昭是教会面对的持续性挑战 必须让人清楚的认识对斯多在教会中的角色及形象 接下来我们看看两则中国教会消息 莫斯科宗主教区对外关系部负责人 希拉里翁都主教在参观哈巴罗夫斯克神学院时指出 中国正教会经历了起落臣服 如今仅有小部分尚存 俄罗斯正教会要与中国领导人合作 重开被关闭了的教堂 并让一开放的教堂充满祈祷之声 使俄罗斯同胞与中国人民可以自由地过宗教生活 离开哈巴罗夫斯克后 希拉里翁都主教前往北京 访问当地的天主教神学院 与教师和学生简短会面后 接受中国天主教及爱国会副主席马英林的款待 另外据悉黑龙江教区的岳福生神父 可能于6月29日圣伯多禄圣保禄宗徒庆日 强行被祝圣为主教 但是教友们一直祈祷和守斋 祈求未经教宗批准的祝圣礼不要举行 现在他们可以暂时安心了 禁目里延期 消息人士担心 这次非法祝圣将增加当地公开与地下两个团体 以致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合一的困难 岳神父是政府认可的教区长 2010年 他获选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 他目前是爱国会正副主席之中 唯一尚未被当局祝圣为主教的神父 岳神父1964年出生于河北省 在辽宁省沈阳天主教神学院接受培育 他于88年禁夺 93年获为认为副主教 岳神父早于1999年当选为主教候选 今年其候选人身份获得确认 最后在此我们恭喜言语光电视台 Father Tom Rosica 获颁发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撰喜勋章 表扬她对社会及教会的贡献 Congratulations Father Tom 这次教会透视报道完毕 多谢收看 下次再会